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老师好 雷佳参加过多次的百花迎春 小雪也是参加过 这第二次 但是两位是第一次合作 赶快给我们透露一下 我们正在通过央视新闻 进行现场直播 介绍一下作品 然后合作的感受 你来说吗 小凯先说 就这次呢 首先是第一次跟雷佳老师合作 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 然后这次唱的歌曲 也是非常好听 而且也非常有意义 在今年这样一个时代 我也希望用这首歌 来表达我们对祖国的热爱 小凯其实说了半天还很含蓄 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歌 到底叫什么名字 雷佳老师来揭露 我们这一次合作的这首歌 是2019年新华社 特意为建国70周年 推出的一首新歌 叫祝你生日快乐 这是为我们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创作的歌曲 叫祝你生日快乐 这个歌有难度吗 这首歌很好听很上口 但是唯一的难度是压力很大 都是声乐的博士呢 没有没有 我觉得小凯子非常谦虚 我们虽然是第一次 两个人唱一首歌 但实际上在2016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次合作 是为艾滋宾日专门唱作了一首推广曲 我们当时就有一起合作 对 那这个消息我们还都不知道 对 把他迎春是第一次合作 对 这首歌呢 他特别的 应该说是特别纯真的 特别 好听的一首歌 我今天在听了小凯演唱以后 我觉得特别的惊讶 他把这首歌的这种少年感 这种独特的这种情感表达的特别的到位 我觉得给这个歌注入了一种新鲜的血液 真是太好了 你听到李大言老师表达 是 非常开心 谢谢李嘉老师的肯定 对 学生吗 他的大学生吗 对 能问问考试成绩吗 不好吧 不敢说吧 考试成绩还可以 还不错 太棒了 那就明年要好好学习 继续努力 雷嘉其实特别的有意思 他去年我记得是跟雷嘉英 对 有一年是和黄渤 对 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帅 可以这么说吗 是 你这样说是的 对对对 尤其是小凯 我觉得我们之前在春晚很多的时候都见过 我刚才在说 我第一次看他们几个上春晚的时候 还小小的 对 现在都这么高了 对 现在都这么高了 而且这么优秀 我觉得特别的为他们感到高兴 也为我们有这样的人才 我们的文联大家庭 有这样的新的群体的加入 感到有种的高兴 因为每年在百花银春的时候 是所有的文艺工作者 全国的文艺工作者的 共赢青春也是总结过往 然后展望未来的一个时刻 看到他们我觉得就看到了希望 我第二次参加百花银春 首先也非常开心 因为在这里能见到很多得意双心的一些艺术家 就是让我感受到就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们是怎么样的 然后这次呢也跟你可以说是歌唱家的夏老师 然后一起合作就是非常开心 也能够学习到很多东西 对 好 时间宝贵两位再给央视新闻的网友送送祝福吧 好 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 新年快乐 这句看了还不太首两人下去再练练吧 是的是的 好的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好的 那我们继续 已经看了一位老婆 让我方言说一句拜承的话 大家让我方言再一句 方言 我们家住在书公圈嘛 就是书公圈吧 我们家拜承的 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 谢谢 我是湖南人 那我用湖南话 给大家送上周 走打高 新年快乐 虚拟齐鲜 好 那个 好 谢谢 好 谢谢 这个 是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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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听了小凯演唱以后 我觉得特别的惊讶 她把这首歌的这种少年感 这种独特的这种情感 表达得特别的到位 我觉得给这个歌 注入了一种新鲜的血液 真是太好了 你听到李嘉老师非常美 非常开心 谢谢李嘉老师的肯定 对 2020年 就是可能 我们在为新鲜的家见面 然后自己 去努力地去 做出更多 更好的作品 来接触 来接触 2020年 我觉得是21世纪的 第三个时间 我们也非常期待 所有的人也是在 一年 不断地穿过出好的剧品 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一样的 我希望今年有些 新的歌曲 新的歌曲 我们来看好 我们的朋友们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希望他们能够新闻 好 这次呢也是我们第二次参加白黄一春 这次呢 我们的老师的女子 都做得好 所以说我首先非常开心 也比较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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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呢 在这里祝福给大家新年